說到自己願害這個伺蚵仔的市民 受到增加到鳳台的影響 布袋當中 這伺蚵仔黑白都是算是參眾 自己政府農業處就在評估 他去統計這個算是的金額 可能有來到一億六千兩百多萬 要把這個財政的報告 送到貴蚵處 貴蚵處會協助市民來減少他們的負擔 原本應該要在海上的黑白 鳳台過後 都讓海營打起來在旁邊 各位政府農業處表示 這次的鳳台造成黑白的損失很嚴重 農業部已經占對鳳台墮來的損失 伴侶救助到貴蚵貸款 有幾次吃的 平均有幾年多吃的 那這一次颱風的受損非常嚴重 那經過我們勘災的一個結果 那有八千四百棚的 浮發式科棚受損 那平掛市也有三百公頃以上的面積 來受到損害 這次的鳳台剛好住在地牢 大風跟大陰 跟外海的黑白都打到海區 當初跟外國的一些黑龍 在這裡是餐廳的業者 也表示這次鳳台的損失很大 對中秋行蚵仔的訴求 可能多少會有影響 我們在台灣都是有路 我們就減破很多蚵仔了 減破很多 近日一定要看蚵仔 所以應該絕對是沒問題啦 但是可能越來越少啦 因為損失太嚴重了啦 加基關東亞住表示 因為鳳台順海的黑白鴨 不白鴨的黑鴨的現金 給組是一平六千 隔離貸款的壓度相關是四萬 隔離貸款的現金給組是一公平三萬三 隔離貸款的壓度相關是一公平二十萬 希望可以減少蚵仔的損失 合作三約的規則 記者林慧廷和記報導 請停止